我們今天用的,如果是S4A感測器學習版的話,那也是一樣 待會我們要用的是數位角位輸出 10、11、12,這三支其中一支 那所以呢,我一樣把Transformer打開 把你的板子USB一樣連上去 然後一樣選S2A,使用我的Adeno板子 自動燒韌體開啟Squatch 直接按連線 然後它就會把我的Squatch2打開 打開之後呢 一樣,跟其實做法都一樣 就是我們現在要用的是這三個燈其中一個 假設我今天用的是12號燈好了 我今天如果要點12號燈 那我就要去先僱用 僱用演員回來才能夠叫他做事 所以在啟用這裡有兩個 那我今天要用數位的方式去 去命令他開或關燈的話 那我就是用數位角位 數位角位 所以我把它拉出來 然後 我今天假設用12號 因為這邊有寫 你要控制這個燈就要用12號 那我這裡就改成12號 那我要控制LED亮不亮 叫做輸出 控制別人做什麼事叫做輸出 數位的方式 就是只有開跟關兩種 那你設定好之後 你僱用這個角色來之後 你才能夠用它叫它做什麼事 那輸出的地方在這裡 數位的輸出 你設定它為數位的輸出之後 這裡才可以用數位的輸出 那當然一樣要用12號 那這裡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0一個是1 那0就是關燈 就是輸出0幅 就是輸出接地的意思 那如果是1的話 就是輸出5幅特 就是打開燈的意思 所以1就是開 0就是關 好 那我就先把它設定為1 好 然後你程式要能夠啟動的話 在事件這裡不要忘記 當綠齊被點一下 拿出來放在最前面 這個相當於導演的Action那個動作 然後把你的程式連在一起 那所以當我點綠齊 當我點綠齊的時候呢 這個燈就亮了 有看到嗎 好 這個12號燈就亮了 就亮了 好 那 當我把它設定為0 0是關燈嘛 所以我當我再Action一次 有沒有 這個燈就滅掉 好 就沒有亮了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 1跟0可以控制開跟關 那這是12號燈 好 那我今天如果要做閃爍呢 閃爍就是有開有關嘛 所以我再按右鍵複製一個積木 好 然後呢 這兩個積木呢 一個是開燈 一個是關燈 那我中間 就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 控制這裡 我拿一個重複執行把它包起來 它就會一直開關開關開關 好 那 那 這個啟用的部分 只要僱用只要一次 但是叫它做事情 可以一直做 那如果你這樣子做呢 會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因為每一個積木 它在執行的時候 它的時間會很快 那如果很快的情況下去做開關 其實你不一定會 眼睛有時候會跟不上那個速度 所以你會覺得它不正常 或者不會動 或者動作怪怪的 好 那所以我們習慣上會 通常會加一個等待時間 那如果你要快 閃得快 你等待時間就加快 好 就不要等那麼久 那如果要閃得慢 就把等待時間調大一點 好 那當我按日期的時候 就會發現它會一閃一閃 好 一閃一閃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數位輸出 那我們現在只有亮一個燈 給各位參考